Odia Jungle 根据高位的指挥官来说,忠诚更是将得之首,是其他一切价值的根基。对于军人的忠诚,不应该用具体的数字量化,更应该注重整个价值的政府。一旦失去了忠诚这个前提,能力越大,危害也就越大。冷战时期,美苏双方剑拔弩张,对峙激烈,彼此都想在各个领域压过对方。 美国人更是不遗余力地实施分化瓦解战术,通过重金奖赏的方式,来诱导对方阵营的官兵外逃,军衔越高,携带的核心资料越多,带来的武器越先进,赏金就越多,这种丰厚待遇配合着大范围宣传,确实取得一定效果。 据俄罗斯军事事杂志披露称,上世纪70年代,一名俄方飞行员驾驶战机逃到西方,至少可以获得几十万美金的高额赏金。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,已经够这些人吃喝不愁了,甚至还能裹上上流社会的生活。 这都在无形中刺激着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。 当时空军17集团军的一个航空师师长尼基塔日诺戈耶夫,就是其中一人。 这名少将师长,对现在的生活,一直感到不满意,总向往过上奢华的生活。 直到有一天,日诺戈耶夫再也等不及,拥抱他心中的荣华富贵了。 利用特权搞到一架米格23后直奔西德,米格到23作为当时苏联国土防空部队的主要装备,更强调的是一种防御作用。 同时,由于技术能力的限制,其几乎只能当拦截机使用,但还是值得研究一番。 然而,事情还没有结束,就当少将师长驾驶战机,到了最后关键一步时,竟然栽了跟头,战机重重扎在跑道上。 弹起翻滚,最后起火爆炸,日诺戈耶夫最终也没能拿上赏金,他可能当时既害怕又紧张,一方面担心俄国人的反应,自己的行为无疑会带来严重后果。 另一方面也害怕北约方面,把自己当敌人打下来,飞得快,降落的时候没把握好速度,而且自己的驾驶技术,也可能是生疏了,才导致了这起尴尬的外逃。 这件事双方当时都秘而不宣,俄国方面自然认为是一种莫大耻辱。 少将师长竟然架战机跑了,最后还栽在了对手的机场上,西方更不用提,什么都没拿到,只剩下已经烧得差不多的战机残骸。 要是所有外逃者都成这样,就没人敢来了,直到新世纪,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历,这件事才逐渐被挖出来,后来有人推算,如果日诺戈耶夫能拿到这笔钱,起码超过400万美金,相当于今天的3000万之巨,但他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。